小鐘你可不可以先在 曾少宗的耳朵旁邊 跟他講一下說 你要問他什麼問題 看他會不會覺得很... 為難 真的 對啊 因為我怕你突然就問了 他會不會覺得很難當眾回答 稀稀疏疏 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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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麼知道被你聽到了 你有沒有大聲 小鐘 好啦 我真的問一下 是家族中間大家都好奇 不會讓我們也尷尬吧 我覺得這個 現在這個算很正常的問題 因為他的長相比較屬於那種 花美男戲的 然後其實我姊姊啊 我的一些朋友啊 而且坊間同業的業者 坊間同業的業者 一樣演藝圈的朋友 常常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也... 他們問你的立場 都是說你表弟嗎 因為知道的會說我表弟啦 對 就是說這個疑問啦 就是說他有在螢幕上的 呈現的感覺 是不是你猜出來還要問什麼 你應該有那個疑問吧對不對 你是不是 你在內心你曾不曾經有這個疑問 我覺得這個問題滿... 你在康熙問好嗎 對 因為他指示一下問過我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在這節目上講 你講的話我一定會被你們兩個就是 就是... 我沒有辦法翻譯 我要問詩床中那個家族間的問題 你有先警告他要問嗎 可不可以問到不要太尷尬 真的嗎 所以你問完之後 你要想好自己收藏喔 邵東 表哥什麼事 你們要接我你就快點 好啦 我就直接一點好不好 我... 我男朋友就是你啊 那等於... 想說你... 你這個是媽媽叫你問的嗎 我姐姐啊什麼都要問 所以你說整個家族都在討論這件事 對 我就說如果是也沒關係嘛 現在大家都OK嘛 那你就直接跟我講 不是啊 還沒有翻譯 真的嗎 對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... 因為你去夜店玩 要把妹你帶她的意思是 就是認為她 我想測試她一下 結果呢 因為她永遠都沒帶女伴出現啊 所以你有想要幫表弟介紹女朋友是不是 沒有 因為其實她自己都會帶女生 可是因為你知道大哥女人是不能碰 所以就是我很怕會對她造成有威脅 所以我都坐在旁邊不敢講話 那你覺得黃小柔是怎麼樣 你不要這樣問她啦 因為沒關係嘛 因為你總是要讓人家了解啊 可是你這樣講的 好像就是我現在就是要承認是不是 沒有 你應該不是吧 當然不是 沒有 他... 所以我幫他澄清一下嘛